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祢是佛陀柱 我是祢寂寞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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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 我照看自己的語言言言語 我照看自己的語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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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你是佛陀柱 我是祢寂寞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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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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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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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加林巴林 坚加林 为真心 信仰 可林 为 为之地 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笔蓝索 求祢留心听我的声音 愿我的祷告如相 成恋你面前 我举手祈求如先万迹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求祢死给我整支的心 不叫我先怒纳 世间有火 求我脱离 而人忘落 求祢指教我 如何真心你指引 因为祢的命将我救护 以祢是火神将我常在余异中 我的心将一身仰望你 以祢是我神将我常在余异中 我的心将一身仰望你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求祢死给我整支的心 不叫我先怒纳 世间有火 世间有火 求我脱离 求我脱离 而人忘落 求祢指教我 求祢指教我 如何真心你指引 因为祢的命将我救护 以祢是我神 将我常在余异中 我的心将一身仰望你 以祢是我神将我常在余异中 我的心将一身仰望你 以祢是我神将我常在余异中 温暂中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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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将一身仰望你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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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保持你 永遠的心 天都保持你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再次站立在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不管现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们站立在你座位上面 再次呼求神 呼求主 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 神就大大应用我们的呼求 神要住在我们当中 Amen Amen 好不好 举起我们的手 向神呼求祷告 Amen Amen 主啊 是谢谢你 在我们的那面前 在敬拜你 不管疫情如何 我相信我们敬拜的心永远不变 祝我们活乐的心不会被浇灭 祝我们活乐的心 服侍你的心 爱你的心 永远在眺望新圣者 哈利路亚 因为主 你与我们同在 你说三两个人在一起敬拜 占领你的时候 你就与我们同在 你就吹听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不管今天在会场当中 在直播当中 在家庭当中 在祭坛当中 主啊每个地方都有你的同在 因为你说我们怎么祷告 怎么呼求 神你就应遇 你就看顾 你就保守 你就住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再次呼求你 欢迎你住在我们心中 欢迎你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再次呼求神 愿神的灵 愿神走进我们心中 走进我们身边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再次呼求神 哈利路亚 愿神站立在面前 呼求神 让神的灵 再次住进你的家庭当中 住进你的生命里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起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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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要不停连不住的 赞美你 因为你是那又活又真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再次呼求神 我敬拜你 Amen 主 我敬拜你 常爱在你的面前 主 我敬拜你 祝福你 赞美你 祝我敬拜祢们 常怀在祢的面前 跟神跟神说 祝我敬拜祢 呼呼祢抱着前进来 再跟神跟神呼救主人 祝我敬拜祢 常怀在祢的面前 祝我敬拜祢 呼呼祢抱着前进来 Amen, Amen 主我敬拜祢 还在祢的面前 主我敬拜祢 呼呼祢抱着前进来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祝我敬拜祢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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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不管在哪里 当祢高与唆手呼求神的时候 那就是祭坛 不管哪里 就有神的祭坛在我们当中 愿神祭坛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身里面拿来敲热的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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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的面前 主我敬拜祢 不服祢跑左前进拜祢 天君向祢提醒 从天使为道祢坐牵 主我双手举起 举起祢宝座前进拜祢 主我敬拜祢 在祢的面前 主我敬拜祢 不服祢跑左前进拜祢 天君向祢提醒 从天使为道祢坐牵 主我双手举起 举起祢宝座前进拜祢 因为你们天君向祢提醒 从天使为道祢坐牵 主我双手举起 举起祢宝座前进拜祢 主我双手举起 举起祢宝座前进拜祢 祢宝座前进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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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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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敬拜祢 有期待祢 MING 1968 祢宝座前进拜祢 祝我请拜祢 散开在祢的面前 祝我请拜祢 祝福祢保座千千万里 祝我请拜祢 散开在祢的面前 祝我请拜祢 祝福祢保座千千万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开手赞我们神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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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 让我始终生许 一致 对着我 大声说 大烧给我落床 把海涌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支头战 你手上的顶盘 当现实家的爱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支头战 道人宣告说 神一直坐在Amen 宣告 宣告 神一直坐在我们当中Amen 虽难道路继续 困难先走 神一直坐在 但我始终相信一支前着我 神一直坐在 我要大声为我落开 神一直坐在 我要大声为我落开 我要到上身高 耶稣 你一直躲在 你受伤的抵抗 掌揭示下单 我要到上身高 耶稣 你一直躲在 Amen!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最难道路是去 困难陷阱 但我始终值得 你一直躲在 不然你不来回合 但你始终看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嘿!大汗为我落开 大海落入出来 我要到上身高 耶稣 你一直躲在 你受伤的抵抗 掌揭示下单 我要到上身高 耶稣 你一直躲在 你受伤的抗 掌揭示下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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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生都在 你一生上个天海 看谁是家大海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生都在 他伤为我多开 他看有不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生都在 你一生都在 你一生上个天海 看谁是家大海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生都在 他伤为我多开 他看有不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生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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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伤为我多开 他看有不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生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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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无求 与以为言为你 以等的所有 世界就坚定 无能同行 这话里能够多能 在我们的中间 祢的旨意 埋入自明 要拯救 你心事不改变 你却永不若恐 常见到万代 不能争够 我今晚就从你 成定将荣耀为你 你永远昌存 天命永远无情 陪你是战胜 是活胜 是再来句话 哦 祝你的过头 从恨不到永远 主啊 再次复求 主啊 主啊 你试试 带开 做我们的据说 你的宝座 重开出 你的温度就有 你以为言为意 以能力所要 世界就暂停 不得动药 Amen 这种阿里 浓掉过度 在我们终结 你以致意 埋入自分 要拯救 你心事不改变 你却永不若恐 掌权到万代 不能争够 我去心少说 我今晚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为你 你永远 你永远昌存 全命永远无情 我今晚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为你 你永远昌存 全命永远 我今晚尊重 你永远 为你是战胜 你心脱胜 是再来绝望 保住你的温度 常好孤到永远 哈利路亚 要不要再去你心里手 呼求耶稣 主 我要宣告 你是又真又温神 你是那真神 永住在我心中 哈利路亚 再次宣告 用你口开口来宣告 哈利路亚 主啊 主啊 哈利路亚 我要宣告你 继续我宣告哈利路亚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要助长我们家同 助长我们生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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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再去高级一声 扯你的手来说 我今晚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为 你永远昌存 全命永远昌存 全命永远无情 为你是真神 是佛神 是再来君王 哦 地理回过中 从永远到永远 我今晚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为你 因为你永远永远 因为你永远昌存 全命永远无情 为你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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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佛神 是再来君王 祂保住你的预备 和给我祂空的月 主 主 主 我很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今天早晨再一次一起来敬拜 主 我们知道虽然 台湾还在这个疫情的状况当中 但是我们看到神祢保护这块土地 一步一步的让这块土地 主 我们看到这个 得到疫情的人越来越少 主啊 也让这块土地开始进入到 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但是神啊 求祢继续地保守 台湾百姓的心 让大家不会因此而松懈 主啊 乃是让我们提高警戒 主啊 做好自身的防护 主啊 祢的保险也来遮盖我们 主啊 来保护我们 主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 主啊 我们相信 神啊 这些患难都不能影响我们 主啊 乃是我们在祢的里面 身体是健康的 灵命是兴盛的 哈雷利亚 谢谢耶稣 主啊 我们也特别求祢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要与祢一同作息 要来领受祢的圣餐 主啊 让我们因着祢的保险跟祢的身体 主啊 我们能够有一个重新的生命 这个重生不再只是一个肉体的重生 而是一个灵里面的重生 主啊 当我们领受祢的身体跟保险 主啊 让祢的圣灵也浇灌我们 让我们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 主啊 让我们能够存全 善良 主啊 活出可喜悦祢的旨意 使耶稣也恩待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 主啊 能够成为那个关起阴间门的人 主啊 让我们打开天堂的门 主啊 我们相信我们走到哪里就成为祝福 主啊 因为祢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相信 主啊 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代要新起发光 主啊 要成为更多人的帮助 也要成为祢的喜乐跟祢的见证 主啊 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主啊 让我们每一天更多的亲近祢 主啊 让我们每天的生命不断的被对付 主啊 乃是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感谢赞美主 主啊 我们相信 主啊 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更多渴慕祢的时候 主啊 就好像主导文教导我们的一样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主啊 让这个地上的国度 主啊 每一个人都充满着喜乐跟平安 还有祢的爱 哈利利亚 谢谢耶稣 主啊 感谢祢 最后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现在因为这个还在疫情的规范当中 所以教会现在只能99个人来聚会 那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三 发布这个线上报名的资讯 所以请弟兄姐妹想要来实体聚会的人 可以关注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我们在line的群组都会发给大家 那第二个消息报告就是冠冕理财的课程 还是要邀请弟兄姐妹赶快的来做报名 我们在这个礼拜就要准备开课 那所以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资讯 然后或者是跟我们资讯上面的这个方姐妹来联络 这个报名的详细内容 那这个 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最后一个是这个舞蹈医治工作坊 我们在10月份 10月初 在我们的教会举办的这个舞蹈医治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是借着舞蹈来帮助我们在生命上有突破 还有在我们也可以借着舞蹈来得到医治 那这个课程是不需要舞蹈基础的 男女都可以来参加 主要是借着肢体的一些这个活动呢 让我们可以经历神 因为神创造万物 神也使用各样的方式可以去敬拜他 去经历他 那这只是其中一种可以经历神的方式 那邀请大家也可以来做这个报名 在10月初的时候 好 那报告大概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攻读神话 所以邀请大家再一次跟我一同站立 今天有两处的经文 第一处在马亥福音的三章第二节 请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第二处在马亥福音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阿们 愿神的话祝福弟兄姐妹 我们请坐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您现屏幕师 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主日信息 我们准备大家平安 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 在生活中常常是 偶尔就会活在天堂里 偶尔就会活在阴间里 或是地狱里 人的生活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当我们宣告耶稣是救主 祂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会对我们说 你是彼得 这个彼得是Petro 就是一个小小的信仰坚定的石头 我要把我的教会 那个教会 这个Eglatia 其实是彼得 你是天国的精英 信仰的精英 这个教会原文就是Eglatia 是一群信仰的精英 我要把我的教会 把这群精英建造在盘子上面 就建造在我的生命的盘子上面 永远不会动摇 我不知道各位 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然后你进到祂的里面之后 你开始信仰没有动摇 内在的生命呢 是阴间的满 阴间的能力 没有办法胜过你 然后你要开启天国的门 让很多属服天国人 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这是一种很大生命的挑战 我常常在 一个做传道的人 常常在面对这种挑战 因为里面 里面常常是阴间的力量 外面是天堂的力量 里面所想的东西 跟外面所做的 常常是不一样 所说的道 跟我心里所想的东西 真实的生命是不一样 常常是很冲突的 昨天晚上 我很高兴地去参加一个弟兄的聚会 他常要我去为他祷告 我们已经陪他二十几年 一个家庭要陪他二十几年 是很难的一件事 这个家庭真的蛮好玩的 他们在信主之后呢 很追求 很喜欢禅福音 可是我们那个弟兄呢 就很喜欢玩股票 他玩到 有一次就跟我说 牧师这是我最后一张股票 买了以后 我就把它放二十年 再也不抹股票了 然后买那一天呢 下午 政府新闻就发布一个信息 这一家公司 偷到 读物到 合理 然后呢 董事长 会因着这样被判重刑 这个公司可能会因此关掉 所以这张股票 他连一停十四天 有没有厉害 连一停十四天 到第十四天 到第十三天的时候 他非常高兴打一个电话给我说 牧师 我终于卖出一张 全国只有卖一张 就是他卖的 他很高兴 但是你知道 他那个心里的压力就 会醒起来 跟我说牧师啊 救我啊 为我祷告啊 我连摩托车都没有了啦 连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就给他摩托车 就帮助他 结果在经过几年的奋斗之后 他又起来了 他又非常的 最近生活又非常的好 在二十年来 他跟他太太的关系 本来很不好 本来常常吵架的 最近我去看他太太 我六十岁的 还美如天仙 你知道吗 非常漂亮 然后他们两个过得非常好的日子 然后也会遵循了十分之一的奉献 那么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恩 这个家庭真的是 有点天国化了 家庭的喜乐平安 那我就看见他的女儿 就坐在我旁边 我说孩子啊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他就告诉我说 他明年要结婚啊 我说你爸爸知道吗 他说他知道 我就看他爸爸 他爸爸在跟我说 我只有请十个人 我说有没有我 十个人有没有我 他说没有 你不是我的朋友 有没有伤害 你是我的牧师 这有点距离 耶稣说我是你们的朋友 他说我不是他的朋友 他请的都是他的朋友 我不是他的朋友 我帮助他二十几年 终于我才知道 昨天他跟我说 我是不是他的朋友 他说至少我会让个包 我帮我红包 我不收红包你也不要来 我就问那个弟兄说 要不要签我证婚啊 他说不要 你的太贵了 人医的比较便宜 我气死了你知道吗 我说人医的比较便宜 我的比较贵 我就干脆在 我不要收了 你不收 没有我不要了 你太老了 从头到尾都把我摸定掉 那个时候呢 我的心必须在天堂的里面 我知道他很喜欢玩我 我就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一点都不会生气 而且我心中充满了一种 真是真的朋友的喜乐 那种真的朋友的喜乐 因为我的心 不会让人的语言来影响我 我必须在任何个恶劣的环境 任何恶劣的语言 任何恶劣的攻击 或是抛弃之下 我的心永远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因为耶稣是我的主 我必须牢牢固固的宣告 他是我生命的救主 我在他的里面 我是一个小磐石 我要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宫殿 我的生命有圣灵的同在 我也想告诉各位 当你现了主之后 你知道你的 不要外面现主 里面还是阴间的能力 我们有很多阴间的势力 是很难把它拿走的 我们必须去解这些阴间的能力 在你生命里面的影响 我们会嫉妒 我们会生气 我们会埋怨 我们会攻击别人 我们看不惯的东西 我们都会说出 我们想说的那些让别人不喜欢听的话 所以我也知道我们心里的能力 也许你不说 这特别我们传道的 我们不说 那个心里的能力也会出来 那个阴间的能力也会常常表达出来 我很庆幸的 我很庆幸的仍有两个孩子 一个叫Sam 一个叫Sam 那么他有了Sam 之后 我们都很高兴他的来临 为什么高兴他的来临呢 因为我们家里有这种生育的伤害 我的三个哥哥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一直生小孩 联系 生了我们家生了八个女儿 生了八个女儿 隔壁是正眼科 那个正爸爸 常常跟我爸爸说 你们家有八千多 都生没有男孩 你知道吗 我爸爸就常常祷告 希望我们家有男孩 你知道吗 结果我的三哥就生了一个男孩 我的 有一次我在成功宁在当兵 回到斗六的时候 看见我爸爸 看见我妈妈在路上拿着菜 坐在路边的石头上面 我就问我妈说 妈 你还在这里 她说阿平 三个女孩有两个 有两个女孩有一个男孩 一个是井间 一个是井生这样 井间不是在我们教会工作那一个吗 然后我就有点喜乐 可是我就很怕 我自己很怕 我将来结婚之后 怕生的是女孩 所以我就常常祷告说 神让我能够第一胎生个男孩 然后再生个女儿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结果神就给我一个仁医 所以当仁医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的儿子是Sam 是第一个男孩 我们都很高兴 很快乐地迎接他来 可是还没有足一岁 他又跟我说 爸 一心又有了 我都要那些 九文字又有了 那我心中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说 怎么会这么快 我就很怕 如果我心中有一个力量说 如果是男的还可以 如果是你的话 会很难过这样 你知道 我还是喜欢男孩 不是我这种男性女 是因为我们家的伤害带给我这种感觉 你知道 我很喜欢很多弟兄姊妹 结果呢 他哥了不久跟我说 是你的 我听到是你的时候 脸要带微笑 心中是怎样 拒绝的 我们常常 做牧师常常 里外不太相同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在跟我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我在笑 我心中在生气 然后呢 他出来之后 他生出来之后 这个孩子 因为你拒绝他 你那个阴间的力量 那个拒绝的能力就在他的 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他生下来之后 从小我抱他在哭 他开始哭 然后呢 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每次我抱他 他都不看我 他都把脸转开 每次我看他 他都不看我 我把他头转过来 他又转到这边 把他转过来 他转到那边 我说主啊救我 这是什么孩子 那我想一想 不是的 我先拒绝了他 所以他就拒绝了我 你知道我花了多久的时间 才把这种阴间 跟他之间的力量 把他拿走 我有时候到人医的家里 我就要扮演一个玩伴 扮演他玩家家酒 躲猫猫 然后玩布克牌 然后弄一些很好笑的东西 给他们 直到今天 他们 当我到的时候 他们知道阿公来了 他知道阿公来了 他们跑到外面来迎接我 然后这个礼拜 让我最感动的是 他们两个都想坐在阿公的旁边 有没有厉害 但是阴间的力量你知道 阴间的力量可以产生一种拒绝的力量 你里面怎么想 你知道别人也会感动到这种阴间的力量 在你生命里面 我想请问各位一下 你记得主之后 你是不是天国的儿女 你是不是神国的儿女 你是不是基督的门徒 那你在宣告耶稣基督 耶稣是我的基督 是我生命的主的时候 你有没有开始去想说 我要怎么悔改 我怎么样弃除了世界的力量 弃除了阴间的力量 弃除了魔鬼的力量 然后弃除了黑暗的能力 离开我 每天都在向着天国来奔跑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们的家你常常一打开 我不知道你的家一打开 到底这个家是天国 这个家是地狱 还是阴间 问各位一下 你家一打开 当你进去的时候 你家都是天国的心意棘手 不棘手也会等下被蹬 那你的家一打开 就是地狱的 有没有 有啊 你有没有看到 常常到教会的时候 一打开进到教会的时候 是地狱 我告诉你 那是人 那很不疼的心 我告诉你 这种的牧师话 我告诉你 要叫他走 都告过去做牧师 你如果看那种形 哪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这种话 你会发现到 一进到教会 就发现地狱在哪里面 听众子妹 我提醒各位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必须要 从 灵 重生 你必须要悔改 把你祖先的咒诅 把祖先的咒诅 把你的内在的罪 把你世界的捆绑 把撒旦队的影响力 你一定要慢慢地 解除掉 开始追求神的灵 开始追求神的灵 天国进了 你应该悔改 而且不只悔改 要开始重生 完全的一个新的生命 在你里面 你不是从人一生的 你不是从血气生的 你不是从情一生的 你是从神生的 你要确信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是从神生的 我要学习 当一个天国的一分子 我要学习 当今王的后裔 我要知道 神给我的一个命定 就是 我是天国的精英 我不是地狱的精英 你要常想说 我到底是地狱之子 世界之子 还是天国之子 你必须要去思考 这种很积极的一个问题 很积极的问题 所以呢 你的心每天都要持续在哪里 在天国里面 我知道要去解 去解阴间的力量真的很难 去解阴间的力量真的很难 去解我们固定的思想都很难 都非常的难 有一次 我已经六七十岁了 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有一次我回到北港 我北港阿哥说 阿平啊 你回来了 你有吃饭吗 这一句话 我吃饭 阿先生还有钱吗 七十几岁了 我又没有钱 我说阿哥 我已经七十几岁了 他说你也因为都是我的孙 他们习惯性的 就把这种东西 又把过去的价值观加给我 我还记得我的姐姐非常爱我 我超爱我的一个姐姐 那她真的很爱我 有一次不晓得什么事我忘记了 她就跟我说阿平啊 你有没有来台北 跟她说我会好不好 我说好啊 她就约我在火车站前面一个好的餐厅吃饭 那一天我要出去的时候 又没有注意到我的打扮 就是穿了一件裤子 然后下面都是手手打扮 三个口也稍微打扮 又穿一张三大鱼 我去看我姐姐 我姐姐跟我吃饭 看到我看阿平啊 你怎么会这么可怜啊 怎么穿这样啊 你知道吗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我还是旧照 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很穷的孩子 我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我非常感谢神 我的姐姐用 就从她的皮包里面拿出几万块 就塞在我的口袋里面 她一塞进去的时候 我心中 我外面是咀嚼 我姐姐不行啦 但是我心中是接纳的 矛盾就在这里 你知道吗 我说啊 姐不行啦 都是心来说什么 如果再塞几次就把她收起来 你看看 我们常常在人间 活在人间的时候 外面看起来是基督徒 里面是什么 属乎魔鬼的 我们是属乎魔鬼 中子妹 你要去想一想 你到底是否真的 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柄 你常去想说 我的家是不是胜过阴间的权柄 我的家是不是胜过阴间的权柄 你要常去想这个问题 我的家是不是天国之家 还是我的家就是魔鬼之家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家里贴的 基督是我家之主 可是问题是 有多少人真的过得基督要他们过的生活 很多人过的生活都是属乎自己的 或是属乎魔鬼撒旦的 我有一次进到一个家 去拜访一个家 因为很熟 然后那个家的妈妈 在骂她的小孩 我已经进去了 然后她在骂她的小孩 她骂到那个椅子拿起来 要打她的时候 把她 把她 把她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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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大家都在骂 我就说我要去יפ 带两步 我说这是地狱还是天堂 家里有没有很会练经的太太 咕咕咕咕咕 让你每天都活在地狱里面 有的人告诉我一下 耐我 我去救你 你棘手的话 你回家会更惨 所以不能在这边讲 我开始想一个问题 你新的主 阴间的门 你胜过它了没有 你的心灵 阴间的能力胜过它了没有 你还是在 活在阴间的力量的里面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点 我早就有点觉悟 我又一次去开掌马会的中会 在高雄 然后呢 有一个牧师告诉我说 诶 憲平啊 你不要做牧师了 我选你来做中尉 我这群人这三十多个 都说好要选你这样 要选你 做中尉这样 所以你要选自己的名字 你不要不自己选 你知道吗 不要不自己选这样 我就知道 哇 这样 往来牧师有这个 里面还有一群一群 为他们自己的理想 在做安排这样 我被安排说要去当中尉 所以那一天呢 我就写了我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林宪平 因为那些中尉的名字嘛 林宪平 开票的时候 怎么开到最后 只有剩下一张 叫他林宪平 这是我自己写的 你有可怕吗 我刚才看那个人 那个人告诉我 我本来要选你 想想 我太年轻了 他才有机会 所以我都选我自己 主啊救我 我那天被拒绝之后 从此以后 我就对中尉的事情 我就不再有兴趣 我好像被伤害 但是那一天我开始 我在想说 我不是为这个中尉而活的 我是为神而活 我为了救赎 很多弟兄姊妹 能够进到天堂而活 如果那一天呢 他们选了我 我那天当了中尉 我今天可能已经做完了 长老教会的总会的议长 你们知道我的性格 我想做一件事 我一定会反正做得最好 而且我一定会买票 我会从原住民买票 买到平地这样 有没有可怕 可怕就在这个地方 对吗 但是神并没有让我走这条路 神要我的是做什么 让我常常会知道我的软弱 知道我的里面 谋给撒旦的力量 知道我必须要拥有一个 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把人带出阴间 进到天堂 我也常在想说 我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我把人带到天堂的门口 打开钥匙让他进去 我自己还活在阴间 有一个牧师 有一天跟我讲一个道 讲一个笑话 他说他们教会一个长老很凶 因为这个长老在教会 在社会里面 一直都失败没有地位 所以他一直在教会争全天 怕最后一个地位 在教会里的地位不见了 所以他在教会里面 厂长会跟人家起争执 想抢位置 连牧师他们都挑战他 代表他有能力 所以这个牧师就开始 为他祷告 有一天 这个牧师就在台上讲了一个道 讲完这个道以后 那个牧师就被赶走了 他说呢 有一个长老到天堂的时候 彼得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彼得没有下来为他开门 那个长老就问彼得说 彼得啊你怎么 大家来你就为他们开门 我来了 你怎么没有为我开门 那个彼得讲一句话说 我如果起来了 去开门 我的位置就要被你占了 所以我不敢起来 这个牧师讲完这个道之后 那个长老就发动 弟兄姊妹把他赶走 我就看见到 教会的里面 有多少人有那个地域的能力 并没有天堂的能力 今天的教会重要的目的 我们被显招出来 是要从灵重生 追求圣灵 让圣灵活在我的里面 今天教会的每一个分子 都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每天都要定死自己 每天都要让基督的生命 活在我的心中 每天都要把你的旧照 把你的旧思维 旧思想旧能力 旧情感 把它定在死自己的上面 让我真的活出 那个新的天国的能力 所以你要被建造成 一个天国的精兵 天国的勇士 你是为天国而存在的 你是为了天国而存在的 很多人问我说 牧师啊 你在 作为一个传道的人 是在救赎灵魂吗 我说是 更重要不是救赎灵魂 我在训练这些被救赎的人 能够建造天国 救赎更多的灵魂 今天不只是一个人得救 一个人得救 全家得救 不只这样 一个人得救 全家得救 在你周札的环境的人 都因着你的家是有神圣的氛围 有天国的存在 这个家要变成一个天国之家 这个设计要变成天国化 你有没有想过说 今天我是拿着天国 要使的天国的精兵 我是在为天国做奋战的 我不是 我不能够让因坚的能力 在我的里面 不断的发动他的能力 不断的发动他的能力 我再次提醒各位 再次提醒各位 你必须要跟主说 主啊 让我活出你 在10月8号 9号 10号 也许你可以先报名 我要帮助每个家 开始建造祭坛 而且怎样的去影响到你的社区 10月8号 9号 10号 我大概有两天半的时间 大概两天的时间 在讲到祭坛的事 其中的中心点是 要帮助各位去建造祭坛 让你的家成为天国之家 让你的家成为天国之家 因为我慢慢的看到 我们很多的家是冰冷的 我们家是活在地狱的 我看到我们的家 没有吃饭的幸福 也没有吃饭的喜乐 有没有 再说一次 我们家是没有幸福的 我们家没有喜乐 没有在一起之间的喜乐 我希望借着家教会的建造 帮助各位的家 重新回到天堂里 重新回到天堂里 那在讲话的当中 就我们在同工在谈话的当中 说要10月8号 9号 10号 要举办这个特会 那就有人提出 孩子怎么办 青少年怎么办 结果呢 我们那个青年的宏宫就说 我们可以为青年办这个 这个篮球 也可以替他们办桌游 你知道吗 凤朱就告诉我说 麻将也是周游的一种 你知道吗 麻将也是周游的一种 哇 这个麻将一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啊 又重新回到 年轻的时候 那个麻将的心态 你知道吗 那种地义的火 好像在我的里面燃烧 这个燃烧已经 不是叫我去打麻将 而是叫我怎样 叫我要感恩 叫我要感恩 真的我要去解那个麻将 真的发了好多年 真的发很多 一个恶行 一个撒旦的能力 那一种人间的 败坏的言语 或习性 在你里面 要把它隔除掉 真的要发很长很长的时间 要建造一个天国的意念 在你里面 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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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所以当我在谈到麻将的时候 前几天 我在帮助一个弟兄 我就问说 弟兄啊 你最近开始上教会 请问一下 你平常都在做什么休闲啊 告诉他 打麻将 打多大的 他说我都打 普通 大家都欠欠了 打三一了 我说三八一把 我不是三千一千 还有最差的 都五千 都五千 他去一条 一夜 有时候 几十万 我听了以后 我就 我不能讲他 你不要玩 你知道吗 因为我 马上跟他讲不要玩 他马上就会拒绝我 原来信仰是什么可怕的 信仰是用硬发的 你知道吗 用感化的 用生命 去感化生命 我就笑一笑 他说 牧师 我知道来到教会 不能玩麻将 我不用给他 我说 不要玩那么大 你知道吗 但是让我想起来 我年轻的时候 怎么那么样的 轰狂 我很怕这种 玩麻将的脸 会感染到很多人 你知道吗 真的 这种心理的力量 你在洁净以后 不洁净的时候 跟你在一起的人 都会感受到那种力量 我真的开始的时候 再一次的洁净自己 跟神说 神啊 这种打麻将的力量 完全离开我 这种堵我的力量 完全要离开我 求神真的 完全的洁净我这个人 这件 我看到很多人在疯狂 疯狂去牵什么 威力踩 那我真的不会玩 真的什么威力踩这样 我很怕 有人打电话跟我说 牧师 可是我可不可以牵魏力踩 我说你平安就牵 不平安就不要牵 不要牵太大 我们更厉害的 我们孩子养了一只鸟 一只叫做心乳 一只叫小五 然后那只鸟在地下室 很可爱 我们那个心乳呢 就请他那个心乳 那只小鸟 去找号码 你知道吗 他去找号码 结果去读号码 读读一只书 他就问我说 牧师啊 爸啊 怎么会这样呢 我说你没有为那只鸟祷告 所以那只鸟没有圣灵的能力 没有办法捡出好的号码给你 我走过去说 为他祷告一下 我才不会的 你知道吗 为他祷告有他圣灵的能力的话 会让人堕落 弟兄姊妹 我不是鼓励你不要牵 而是跟你说 你里面有没有那个神圣的能力 就像有一次安扁跟我开一个玩笑 安扁又安扁 有个晚上敬拜完了以后 跑到我旁边 然后跪下来 牧师 我要祷告 我说什么事 我明天晚上 我明天会领到三十五亿 我不知道怎么花 你为何祷告 你怎么会有三十五亿 他说明天就开奖 三十五亿是我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他怎么祷告 我只祷告他 现在说 愿你的基督 最后来吃 我知道每个人都会 对这个世界有盼望 但是 求你 要永远记得一点 所有恩典 财富 能力 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不是世界之子 不要被世界的金钱捆绑 不要被世界的物质所诱惑 不要被世界的语言所 把你弄到你精神不振 每天都活在别人的话语里面 所以你必须把你心中的苦毒 生气 厌恨 嫉妒 纷争这些东西 从你心中完全 这阴暗的世界完全拿走 所以一点都不能在我心中 每次 我 人家说我什么 无所谓 我失败了 我无所谓 我重新再来 我今天做不好 我明天会做得更好 你会像一只战斗的狮子 是个天国的精兵 你会越来越纯真 越来越美 你如果到Google去打个名字 叫做林献品 可能会有牧师 还有一个是 你如果打个音响 林牧师音响 就会跑出 我是一个收藏 我是一个收藏家 我常遇到 有中国人打电话给我 说你是林牧师吗 我说是啊 你说你是姓林名字叫牧师吗 我说是啊 你说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在做牧师 牧师是在做什么 我说就是和善那一类的东西 不然他听不懂 因为基督教在中国不是很滑达 我就说像和善在电 你今天会连起乎哪一种 我这样 你卖的东西会有福气吗 我说绝对有福气 你知道吗 你看人家叫我什么都无所谓 我觉得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朋友 他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 七十几岁的时候他还跑来跟我买音响 他的名字叫做梁公 叫做梁公甲 梁光 买卖的东西都很差劲 有一次来坐在我那里 跟我在喝茶聊天 忽然他的电话响了 响了之后接下来用扩音 对方跟他说 诶 甘生 你感觉任牧师 他说我不管你了 你找的人要做什么 他说我买这种东西 有啦 这个人你不要找 这个任牧师派人 我会说他买东西都害 都很贵的 大家都知道 你怎么也不知道啦 我坐在那里 他在看我 我一直笑 你知道吗 把我笑如一番 他说我这样 你怎么大家都没读得说的 大家都留在通知的这个人 他将他从音响去反他除名 我说他说 这样 我也笑 然后让他切掉 让他告诉我 你牧师这拍咖 这人在找你 你我当的 他跟他买一买都要拿 不然就拿两个给他调包 要再拿车的行李 这个人你不要再做成你 这样有厉害吗 你到底要笑还是要哭 公子妹 你还是要笑 你还要喜乐 你不能够被他一些语言 然后斩断跟他的关系 因为我所有不好的东西 我不能卖的东西 他都能够把我卖掉 这样有厉害 我如果没有这个朋友 我那些 起一驾的 减一跌的 买一跌的 没带别人 只有以后就来买去 以后就带别人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两公的 他都叫我奔舍的 反正一个两公跟奔舍不是一样吗 活在天国里面 不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吗 对我什么样 让你脱离的阴间的能力 让你每天都活在这种荣耀光中 你要相信 当你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开始失守 我不能够一脚踏在天堂 一脚踏在哪里 踏在阴间 这还好 最可怕的是 我们外面是天国 里面是什么 是阴间 今天教会最可怕的就在这一点 家庭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我外面是基督徒 里面不是基督徒 我外面是天国之子 里面是魔鬼之子 我最可怕的一点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都走不过 我们都自己不知道 我原来是没有从圣灵重生的 我还活在血气当中 活在仁义当中 活在情义当中 活在肉体当中 活在救主的里面 我们是每天都靠着 这些人的本位在活 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活 以至于你活得很辛苦 你活在没有力量 我期待开始建造你的家 让你建造你自己 让你把天国的钥匙打开 自己先进去 然后享受天国的福分 然后再把人从地面带到 把你的家庭带在天国里面 让你家充满了阿死乐 刚才第一堂完了以后 以后我就跟以前的 新鲁医院的房院长在说话 我很喜欢跟他太太说话 这是另类的一种夫妇 另类的一种夫妇 我很欣赏他们 太太拿着手机转照 人家说话 她就开始录音 录音录音 大家就走光了 她还在那边拍照 她是个艺术家 你不能够说她不对 我们教会的前面 她做了一个 Four Seasons 她做的衣服 很昂贵的那个作品在那里 有机会去看一下 她真的很厉害 是个艺术家 这个院长就跟我说 你不思议 请问你一个问题 他以前都不想说话 越来越来越来越说话 越来越来越说话 我以前很爱说话 现在很不爱说话 现在会他说 是怎么办 这样 我说 叫他 中家的语言 化成祷告 你敢不听我说什么 我现在在训练房院长的太太 把要说的话都化成祷告 我说 不不不你跟他接着 你跟他听他说 我每次接着 他就一直说 现在你不能说 先让你母书说 现在 我就要不开始说 他就开始又说 他就说 你不能说 我听后 让你母书先说 真处理的人 现在我只是说 怎么训练成为祷告的人 只有像一诗说话 这个是天国的能力 兄姊妹 有没有想骂人的 请你举手一下 现在 今天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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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今天人不好 看我一下 回去 回去要怎么 把它化成什么 祷告的能力 你和三个人在一起 神就跟我们同在 你地上所捆绑 天上要捆绑 地上所释放 天上就要释放 你必须要知道 你是天国之子 你所依靠的是神 你有能力祷告 你怎么祷告就怎么成了 你的心里有什么力量 这怎么成就什么力量 你要相信能够 不要再靠着肉体成事 不要靠着阴间的力量成事 不要靠着撒旦的力量成事 要靠着神的力量成事 我们是祂的儿女 祂爱我们 你不要再踏两条船 你不要外面跟你面不一样 你也不要这里想着 跟这里心中所思想的 这里头脑 跟这里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然后心里每天都在难过 求神医治释放我们 也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活在祂的里面 仰望祂 真的每天都仰望祂 最后讲一个见证 地面上的伤害都会过去 不要被过去的伤害 受捆绑 我们都会遇到感情的伤害 遇到这种金钱的伤害 遇到环境对你的伤害 把这个伤害拿走 你只要常常活在神的里头 活在天堂的里头 Everything is good 我也看到很多人 为了打疫苗不打疫苗 家庭会弄得很不好 有的先生要打疫苗 太太叫他不要打疫苗 有时候太太会跟先生说 你如果打疫苗 我就跟你离婚 那就可怕吧 我们这些人 很多人打电话给我说 牧师我要不要打疫苗 我不知道怎么办 慢慢地打下去 都会担心 就是高端味很好 高端是全治疗最好的疫苗 他不是这样说吗 我那天也看到 连家人也这样说 他这个基督徒 我要相信他 我就相信这个 高端打了下去之后 然后全身会 COVID-19就会延离 然后整个人会 活在这种荣耀恩光当中 没有想到说 打了还是死了五个人 对 我不能说打了好还是不好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你要照着你的平安去做 神也许借着打疫苗 让你安息主怀 完全脱离了世界的困扰 有可能 你要感恩 你打的时候 你会 反应很不好 你要感恩 因为你免得COVID-19来感染你 我的意思是说 你必须把你的心中的 心思意念都放在神国力里面 要每天要平安 你每天活着都要为神国扩张而努力 而不是为了自己 每一个事情的发生 交给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每一个事情 原来都有神的带领 昨天晚上最后讲这个见证 我们要守圣餐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见证 一个弟兄 因为疫情的缘故就被FIRE 然后跑到新竹 又被FIRE 你知道吗 有没有难过 然后最后因着祷告 回到因着祭坛的祷告 因着礼拜天守圣餐的祷告 神就给他一个非常好的 给他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工作 他一点没有埋怨 他说 从被FIRE那天开始 第一次被FIRE那天 到他再找到工作 他的权并没有 比以前工作的时候少 为什么 因为政府辅助他 弟兄姊妹 看着他 拿着一支钥匙 是天国的钥匙 然后打开他 自己走进去 把那个因坚的能力 都把他铲除掉 然后也把人带到天堂里 把人带到天堂里 带到天国里 你要相信你的家 会慢慢的成为一个 恩典荣耀之家 把困难都摆在神的面前 把所有的难题都摆在神的面前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 在屏东 他说他 教会越来越人越来越多 当时都会来那些人要做什么 他就开始反抗牧师 因为这些长老很怕 下一次选长老的时候 他选不上 都是牧师的人 所以他们心中没有安全的地位 他一直安抚他们 可是有一个长老就 非常的拒绝他 然后辱骂他 他也没有回应他 因为他告诉我说 我们这种传道人 不能够用不好的力量回应他 要用良善的力量回应他 他就跪着祷告说 神啊 善用你的仆人 如果他不是这个教会的长老 就把他带到别的教会当长老 让他在别的教会被祝福 结果这个牧师 这个长老过了三个礼拜 过了三个礼拜 就跟牧师说 他很感动 要去帮助一个若小的教会 希望牧师能够祝福他 拆遣他 你看 有没有 如果用能力对抗能力 人的能力对抗能力 到最后 那个地方变成地狱 教会变成地狱 脱离了你的阴间的思考 脱离了世界的思考 因为还有一分钟 我再讲一个见证 有个医院的院长 他离任的时候 要求医院给他十二亿 十几亿 有这个吗 因为整个医院都在他建造的 所以他退休的时候要求十二亿 没有十二亿他就不退休 所以怎么跟他协调 他都要十二亿 到最后呢 协调到最后给他两亿 哦 听到两亿的时候 我也整整起来 是不是应得的我不知道 但为什么爱十二亿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要这么多的钱 我在想说 我们是天国之子 为什么要一直去拿这个地上的东西 来弥补你的心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跟说神啊 弟兄姊妹能够 这个医院能够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 这是他们的心意 是爱的心意 不是我强求的心意 结果呢 这个院长强求之后 拿了两亿 你知道拿了两亿之后 两个礼拜 只有两个礼拜 两亿两个礼拜 然后就护士尔卫 有没有厉害 第一的能力 能够带你到第一里面去 跟我说一次 我是天国之子 我是天国之子 我是天国的钥匙 我不再被罪恶捆绑 被世界捆绑 被座主捆绑 被撒旦捆绑 我是天国精英 我是天国人 我是上帝之子 你是如此的 你就把你的右手寄高 我就是这样 Amen Amen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舍的 这是耶稣的宝血 是祂所心烟 为我们流的 每当我们吃了祂 喝了祂 祂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 耶稣对我们说 凡是吃我的 喝我的 必得着永生 凡是吃了我 喝了我 我必住在祂的里面 祂也必住在我的里面 凡是吃了我 喝了我 最要得到赦免 你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的店 你的家要因着你 充满了平安喜乐 充满了荣耀的丰盛 你吃了耶稣 喝了耶稣 你的身体就会健壮 灵魂会兴盛 所做的一切 都在耶稣里面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舍的 我们一起来享受 这是基督手流的血 为我们所顺利新约 我们当如此来祈念祂 耶稣 求祢借着 祢的肉 祢的宝血 圣化我们 让我们赢过 阴间的钱柄 让我们能够拿着 天国的钥匙 开启天国的门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两生一起祷告 钱柄就在我们的当中 能力就在我们当中 祝福就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我们的家 是一个恩典之家 我们家是一个敬拜之家 也是一个祷告之家 当我们祷告捆绑的时候 就捆绑 释放的时候就释放 说丰富就丰富 神啊 满满的祝福 满满的恩待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奉献 天父 求祢释放祢的灵 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满息的喜乐 因为这个奉献 不是钱财的奉献 而是我们爱祢的奉献 也是我们生命的奉献 要祢接纳我们 也满满的祝福我们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在唱最后一首 四歌颂容之后 我们再一起来 为奉献祢来祷告 天父 我知道我们的家 遇着祢的爱 都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 我们家在做奉献的时候 不是我们大人奉献 我们小孩也奉献 愿这些奉献 是我们家对祢的爱 愿祢百倍的 受众在我们的家中 恩待我们的家 我们这样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兄姊妹让我们站起来 等一下奉献的时候 在外面有箱子 他也不能拿奉献袋 免得被感染 请各位站起来 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 祢啊我神 我每逢聚目观看 祢所所长 一切奇妙大功 看见新书 又听到隆隆雷声 你的大能 变满了一周周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他 何等为他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他 何等为他 当我想他 神经验才他而知 将是生命 我祝福不灵魂 我祝福不灵魂 主在世家 感言被我的重担 有些舍身 为要赦免我罪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他 你真为他 我当为他 让我们拍手 赞美神 让我们大叔南南 喊七声 哈利路亚 耶稣 耶稣 祝福不灵魂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满满以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 直到永永延延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他 你真为他 何等为他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他 我领歌唱 阿大为他 阿大为他